7月1日 演员刘伯勋被曝音并抢救无效去世 一时间令人难以相信 引起网友热议 据悉刘伯勋此次离世的原因是突发心梗 送到医院抢救时 医生没能将其从死神的手中抢救回来 享年41岁 一个正值壮年的演员离我们而去 但他饰演的那些经典角色已经深入人心 虽然离开人世 但却永远地活在人们的心里 他的突然去世令很多圈内好友不敢相信 毕竟才41岁 还有大把的时间去演戏 却突然离世 好友王倩华也是发文悼念 表示太突然了 此刻所有的语言不能表达我内心的痛 好兄弟 你的善良 幽默 豁达开朗 每个笑容依稀还在眼前 主要是太年轻了 一路走好 演员刘天佐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悼念表示惋惜 演艺间透露着不舍 刘伯先生前饰演过多个经典角色 经常出演乡村剧 曾出演过女人进城 女人当官等多部热播剧 深受观众喜爱 最后也祝他一路走好 愿天堂没有病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